大部分女生喜歡洋男 就是因為可能在外型 外表上面 還有尺寸的大小 那個是阿爾蘭是真的很大 可是我覺得尺寸大 但是不會舒服 是前品手 起來跟沒起來 都是一樣的賽用 其實有一次 我真的有跟韓國男生上床 那一次 他真的太過自以為是了 我那時候剛好月經來 因為剛好月經來的時候 只有一點點血 那他那時候 他褲子剛脫下來的時候 我也嚇到了 因為我找不到他那個在那邊 女生常常會說趕快走 可是你們不知道 你們刺中男生的自卑心 他可能會殺你 所以我會演完整出 他認為他是把我弄破皮 他太粗了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我就說天啊 這很明顯就是我的月經 槍槍這一邊 來了 台灣就八十幾任了 八任 八任 這個一定是老好不好 八任 而且一個領 台灣人是八任 其實我還是比較偏愛台灣人 然後那個洋男或外國人 我是沒有在算 都還沒算在這裡面 我連他名字叫什麼都不記得 琳娜 妳簡直就是 她的身體就是 洋男的迷宮 沒有 可是我 我跟大家講 其實我覺得 妳不緊急 沒有 我跟你講 女生 女生男友就是要多教 不管世界各國男朋友 都是要多認識 你才會知道不種的文化 男人在搞什麼鬼 騙你的時候 你第一眼就知道 我覺得有一句話 就是很傳統 聽了就很討厭 就是說 女生男生要留一些給人探望 對 我探聽個屁 我可以探聽 我哪些被人騙了 你懂嗎 他如果把我沒經驗 你騙我很容易 我騙你 他台灣罐那個也騙走了 對嘛 你都不像這樣 領導鹿蛙蟲 死得最快 真的就這次 我是有信任的 我反而還比較沒事 有問題 你不要嚇到人家那個 你就會有問題 你不要多教一點 還是任何學 他沒有辦法多教 怎麼多教 我努力了 他那麼容易被騙了 我要多教教他 真的 我到哪個國家 我第一個 先找工具人 就是先那個 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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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到了一個國家 我很常喜歡 就是自己 或是不然就跟幾個朋友 去旅行 但是我可能就是 要去哪個地方玩 只有我一個女生 所以我當然要到那個地方 去找出那時候當地的地培 刷到一個英文男生 他說他是攝影師 我說攝影師 還可以幫我拍照 一舉兩得 因為我的朋友 搞出去都覺得我拍得很煩 都會幫我拍的 那 他幫你拍照 你會 這個就要慢慢拍 看他給我 表現得好 表現得好 OK 我跟他這種講話 真心真意 對 因為我 我拍出來看你第一個感覺 你的樣貌 你的身材 你給我帶出來的工序 六個鏡頭 這個肯定中 六個鏡頭 大家來幫我拍 太專業了 橫蹲那個大車 這樣拍也這樣 好 他拍完之後 輪蹲那個車 為什麼有需要這樣拍 不要擺姿子 對啊 他還要幫我擺 我旁邊比較有人的 擺姿子的 然後那照片要傳給我 那這樣我當天晚上 就感覺我感覺不錯 然後去夜店 然後他就親我 然後我們又 就是開始有下一段 然後就是那時候 我跟他在熱絡的時候 我下個禮拜要去法國 所以我要做歐洲資金去法國 又走了 然後去法國之後 但是當中我們還有跟他聯繫 他就說他希望我跟朋友 去完法國之後 回來英國找他 那我就說好 我說好 那我答應你 那我回來找你 那我就從法國結束之後 我就直接做歐洲資金回來 就我一個人回去英國 那那時候 歐洲資金是穿越隧道 就是直接海底隧道 海底隧道 但是重點是 我因為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回到英國這件事 導致我到現在 怎麼了 有海底嗎 因為我 我不知道我這樣 我以為歐洲資金 他查得不是像機場這麼嚴格 嚴格 所以我就直接回到英國 我回到英國的時候 他就是把我 不是有安檢嗎 就是海關問你 他說你 你的回程機票呢 我那時候 而且重點是他問我這句話的時候 那天晚上我在法國玩得很晚 我的妝是糊的 而且那時候我的雷射眼鏡還沒雷射 我戴了 我戴你們兩個 戴個眼鏡 眼鏡在那邊還斷一邊 眼鏡是斜的 然後今天是破掉 這邊還要貼膠帶 那一定跟鬼一樣 對 一定生氣 氣到爆 完了 別把我抓到小房間去 小房間去是三小時 然後旁邊有那種 把我抓在那種歐洲資金的那種監獄裡面 他以為你是來這裡營業的 真的 來營業 他會來找男人家的 然後把我 把我一個人關在那個小房間三 那個監獄關三小時 但是我大風大浪是見過 把我關起來這也不算什麼 我會被關過 然後我跟他 我跟那個男生說 我因為你現在被人家關在這個小房間 他說那你就跟他講 我是你的男朋友 然後我說我不能這樣講 我說你是我的攝影師好了 對 然後講了很久 跟海關講很久 海關跟我說 以後我這次放你出去 但是以後你只要進英國 你都會被這樣子對待 真的 可以 我跟妳講 你們真的對待我 是這樣子對待嗎 誰要自己叫 一定要住在英國 來 肉圓 教過六任 來 妳那台灣男生 因為我教過就是洋男跟台男 我覺得也綜合 就是以上三位說的 我覺得洋男真的就是 就是他們做任何事情 包括那件事情 都會覺得只要自己開心就好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對 就他們很常說 做完就會覺得 好 她已經就是有爽了 所以很滿意的就可以 她不會 不太會 對 不太會照顧到女生的心情 而且因為我覺得 大部分女生喜歡洋男 就是因為可能在外型 外表上面 還有尺寸的大小 對啊 這個是 艾爾蘭是真的很大 可是我覺得尺寸大 但是不會舒服 是前平手 起來跟 起來跟沒起來 都是一樣的賽用 所以她都是沒有辦法 那麼地硬 我覺得我在這裡好尷尬 因為我們在討論 對啊 妳幹嘛拿出來 妳們姐妹聊天 我坐這裡幹嘛 那妳吃餅乾 妳先吃 外國人自私 對 可是大家就真的不好用 就是會很不舒服 然後我每一次就是 那個完之後 我都還要去就是 看有沒有流血還是什麼 好自動 而且真的會不舒服 就是會痛或幹嘛的 是不是 妳應該有機會 我不敢 他們敢這樣對我 這我不行 對 不能這樣 我不行 文化差異好衝擊 彈跟力量也會鬧笑話 真的嗎 我真的 我覺得鬧笑話這個 我必須控訴的是 韓國人真的問題很大 你真的每個都有交手 他們認為他們什麼女生 都可擺得到 就是他們很愛同時 跟很多女生搞 其實有一次 我真的有跟韓國男生上床 那一次 她真的太過自己為事了 我那時候剛好月經來 妳知道剛月經來的時候 只有一點點血 一點點 她那時候她褲子剛脫下來的時候 我也嚇到了 因為我找不到她那個在 好恐怖 然後妳還要 好誇張 妳因為我因為 就趕快走就好了 我不能 這個大小事實 女生常常會說趕快走 可是你們不知道 你們刺中男生的自卑心 她可能會殺妳 所以我會演完整出 她認為她是把我弄破皮 她太粗了 瘋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我就說 天啊 這很明顯 就是我的月經 她說好OK 算了 所以那次我覺得 韓國男生印象很差 做面子給她 但是 但是法國真的是 我自認為全世界最髒的男人 他們不洗澡 她比較乾燥 他們乾燥就算 可是你身上一定有味道 你在做那件事情之後 我聞著她那邊的臭味 她也不行 那不洗就算了 這個我覺得你的衛生觀 讓我 海鮮臭掉的味道 而且他們會用香水 去掩蓋自己身上的味道 對 他們可能就是 更臭 一個月他們 墨西哥洗澡 墨西哥洗澡 對 他們可能 就純噴香水 他們可以一個月不洗澡 而且他們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曾經在法國的時候 我住在一個區域 有每個區 每個區 那我又打開我的交友軟站了 交友找地培來了 然後找到一個 找到一個 那個就很積極 她說她就是要來找我 我說 她跟我說我住哪一區 我跟她講我住在哪一區 早上起來看她順情 她說妳在我這一區 好可怕 好可怕 很可怕 我當然嚇到 打算躺起來 就在妳樓下的褲子已經脫好了 沒有 太快了 太快了 我沒有給她提起 褲子先穿起來 我只是跟她講說 那一區 然後 打一反我之後就算 她一直狂敲 她敲著妳不回答訓息 她一直打一走 就神經病 知道嗎 好 我就不理她了 所以當天我也沒約她 就完全不理她了 不理她之後 到晚上她還在傳 最後因為拔不到我 真的叫不到我出來 她問我一句話 我覺得妳是個人妖 妳是個男的 妳是個男的 所以妳不敢出來見我 把不到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法國人扣分 韓國人扣分 這兩個人 千萬不要跑